大家好,這邊是科普文科老師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個IC 那個叫ADC0804 然後那個陷入圖的部分 你可能等一下我會提供陷入圖給各位 好,那這個IC的主要圖先給大家看 首先呢,進來的資料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IC 它是一個AC的資料讀進來 然後輸出為DC 就是NL 數位的資料進來 類比的資料進來 然後轉成數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為了代表類比的話 我用一個可編電阻 然後把那個調整完後的那個值 然後傳到這個IC的第六個接角 就是從下面算起來 就是從左邊開始 1、2、3、4、5、6 第六個接角 然後呢,把它整排的資料 再透過LED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接在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這個LED的意思就是 類比的資料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轉的時候 好像是現在是全亮 我讓它全按好了 我先讓它全按 各位比較清楚 然後我們從0、0、0 然後就變成像數位的 二進位的資料一樣 然後轉一個 這時候呢 轉一個 轉太快了 就是一個亮的時候是1 然後兩個是什麼 第二顆是2 然後變3、4、5、6、7、8、9 這樣子 就是用二進位的排列方法 所以把 因為我們在二進位的部分 如果是8個bit的話 最多資料是 我看看 8個bit的資料 最多是16x256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步一步把資料給 到慢慢把電阻調大一點的時候 它就一步一步把數位的資料 就是把類比的資料轉成數位 OK 所以把類比的資料轉成數位 OK 這樣看應該很比較明顯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 它把類比的資料 然後轉成數位的出來 好 這就是因為呢 因為我們遊戲一些板子呢 它可能沒有辦法去讀 它的板子上沒有辦法再讀 讀取NL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像 ADC-0804 這種IC 來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這邊到一段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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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